第一个我跟大家的看法有一点不同 就是说民党其实在1993年 因为我待了很久 当时只当选7席 当主席就要下台 黄润你只剩4席 你还是执政的总统 这是第一个 那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院长苏贞昌被留下来 未留 那我先更正一点点 赵新人刚刚说法是对的 但是一点点不同 当时2014年国民党大败的时候 马英九要江宇化 不可以辞行政院长 所以江宇化坚持要辞 那现在苏贞昌口头请辞 蔡英文未留 我的解释是什么 其实蔡英文有一些个性 他是不轻易放下权力的人 那党主席非辞不可 那行政院长他未留 什么意思 我的内阁根本不想更动 我还要继续掌握权力 他不是一个轻易对失败屈服的人 那这次的选举我觉得我看到的情况是 他过去一路都很顺利 这里头有他的机运 那有他的个性里头的优点 他很深沉 他不会随便的很快的轻易的发言 像他今天搞到九点多才出来讲话 然后他会深思熟虑 然后可是呢 我也看到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他太骄傲了 他太顺利 他以为他很出色 所以他破坏了民主进步党过去 长期的一个规矩 就是一定要通过党内初选 结果他变成自己嫡系指定 都是自己指定 然后他指定的人呢 如果说你说因为党内有很多人头党员 所以通通都是很糟糕的派系人选 刚好相反 他指定的都是英系人 所以你从他指定人选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根本不想2024 他卸任之后失去权力 他还想布局 结果没有想到 他越亲自指定的人 从陈时中到林志坚 因此又换掉 变成郑运鹏 郑运鹏不是他指定的 可是他指定林志坚 又力挺了沈慧宏 然后用所有的国家党 宣布的机器 打一个新竹市长高宏安照一个女孩子 他就引起了反弹 那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人太骄傲 他亲自指定的 然后他动用政务官 然后两个部长 部长呢 你说没有维持行政中立就算了 帮老长官助选也就算了 结果去打 高宏安所有的做法 这两个部长都已经变成政党打手 所以他已经不是不维持行政中立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又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人的成功 是最差劲的老师 第二个我想分析台湾的政治 其实蔡英文回头看他自己 他做了什么事情 当上了台湾的总统 他赢得了政权 又大败了赖清德 赢得了初选 我讲两个字叫做网军 可是他这次对手不一样 第一个 还有一个对手叫可文哲 民众党 民众党的网军很强 其次 网军会长大 网军不完全是你用钱可以收买的 据我所知道 过去很多支持他的所谓网军 而且是在他的旗下里头 特别有战功的一些网军 他们也长大了 他们也发现他们所认识的蔡英文 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这一次 有的人支持高洪安 有的人支持很多其他的人 所以你看到民主进步党 从2014年太阳化到现在 他流失大量的青年选票 那这些年轻人的选票呢 他投给了民众党 他不肯投给国民党 有些人是投给了国民党 所以像卢秀燕 他去占高洪安的台 卢秀燕有拿到年轻人的票 所以高洪安变成一个指标 一个外衣效应 把很多年轻人的票 都拉离开了民主进步党 那他们很可能在各个县市里头 各自去选择 有的投民众党 那有的投他们觉得 还可以接受的国民党 然后在台北市的话 他们就投黄珊珊 所以陈时中拿到的选票 只有29% 那这个29是什么意思呢 赵先生选过1994年的 台北市的市长 那次陈时中的得票率 是43.67 一样三都三强鼎立 陈时平是43.67 赵先生是30.17 然后黄大洲是25.89 那你想想看民主进步党 从当时成立政党 可以参选台北市长 到现在是1994到现在 什么时候 他的选票会低于30% 他派了一个陈时中 也是他派的 然后呢过去 我们曾经碰过SARS 我们拿陈水扁跟他比较 陈水扁碰到SARS的时候 他马上把他认为不怎么出色的 当时是叫卫生署署长 我们现在的卫福部长 然后图形者就换掉 他换成李明亮 因为他知道这个非常时刻 战争时期 然后呢就李明亮 虽然他是民进党的 也有他的政党立场 可是他广受一届 到今天为止都很受到尊重 那陈时中呢 他基本上某一个程度 他有一次很生气 麦克风关掉了 他一推就说 什么人说我挡疫苗 其实他讲的是实话 他没有挡疫苗啊 因为挡疫苗的是蔡英文啊 所以陈时中是背着他的十字架 但陈时中都错在哪里 你不应该为了你的官位 而不保人民的性命 那我接下来讲说 在这次选旅头 他用了陈时中 然后所有的人民呢 等于是从台北市的效应 辐射出来 就像柯文哲当时选台北市市长 就效应辐射出来 就使得蓝军在各县市都大败 那这次陈时中也使得蓝军 或者是其他反对的人都大胜 然后另外呢 我又看到高宏安的现象 很多年轻人呢 就不投民进党 所以年轻人离开民主进不到 所以连陈其脉跟柯真打仗 应该陈其脉要大赢的 结果陈其脉赢的 并没有向后移那么多 然后另外呢 台南黄伟哲也是显胜 屏东也是显胜 这个事我在选前 就听他们告诉我的 也就是说民主进党正在失去年轻人 然后赢得年轻人 一方面给了很多承诺 一方面他靠网络作战 可是这几年网络作战 很多人也学会了 张先生你的网站也非常强 你的Facebook非常强 大家都学会了 而且过去支持他的网军 这次也不完全支持他 所以他们说在批评的 除了批评帮陈其脉军 辅选的洪耀府之外 就批评林赫敏 你们可能不知道林赫敏是谁 林赫敏就是他网军的头头 民党副秘书长 所以没有骂这个林喜奥秘书长 确去骂这个副秘书长 理由是什么 就是认为这位副秘书长 操排网军 使用错误的测译 当然大家都大概知道 他指的是哪些人 就导致选举的失败 那他最后希望用台海为基 两岸的问题说 不要让国际误解台湾 那没有什么用处 其实台湾的选举 在地方选举里头 你操作这样的事情 没有太大的用处 那年轻人也不吃你的账 那中央执政又失败 所以我只能够说 其实这一次是蔡英文 个人最大的失败 不是民主进步党 然后他如果还想指定 2024的总统大选的继承人 是他的人马 或是副总统一定要指定他的人马 I think the game is over 但是他不想 我这样子讲 他并不想 所以他留任的苏仁长 他仍然继续想得到 这个新任的所有的权利 他真的是一个很恋战权利的人 好 谢谢文谦的分析 我觉得大家更关心 你的身体到底怎样 暂时不会死 谢谢 祝你身体早日康复 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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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